把鸡蛋倒进滚烫的开水中 这才是鸡蛋最好吃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即将失传的 一道经典名菜 很多人没见过,更没有吃过 准备一碗打入过正宗的母鸡蛋 加入少许食用盐调味 再来点胡椒粉去腥 再倒入少许葱花 打鸡蛋的时候,这样打是错误的打法 下面我来分享饭店专业厨师的手法 打鸡蛋的时候要挑着打 这样才能够把鸡蛋快速打散 这就是饭店厨师专业的手法 打好后再准备一碗 加入和鸡蛋一样多的清水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下面开始烹饪 先把和鸡蛋液等电的清水倒入锅中 然后开大火把它烧开 烧开后立马关火 不然鸡蛋倒进去都成鸡蛋花了 看到水表面平静就可以倒入鸡蛋液了 倒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倒 让这个鸡蛋液遇水而凝固 倒完后我们开小火 切记不要开大火 不然这个鸡蛋液全部冲散都成一锅蛋花汤了 用铲子不停的轻轻推动 这样可以防止这个锅底糊锅 这个过程大概两分钟左右 推的时候也要慢慢的推 这样可以让这个鸡蛋液受热均匀 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蛋液会慢慢的凝固一下 中间的已经变成一个大块了 这时候要不停的翻动 让这个鸡蛋液受热均匀 这样还能够防止这个鸡蛋液糊锅 这个过程千万不要偷懒哦 这一段视频全程没有删减 让大家更好的看清这个鸡蛋液的变化 锅内的水是越来越少 这时候看到这个鸡蛋液已经充分的凝固了 并且中间的块比较大 这时候用铲子把它捣碎 最后可以关火了 锅内所有的鸡蛋液都变成鸡蛋块了 看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再用铲子翻动几下 块比较大的我们把它分成小块 做这道菜全程不加一滴油 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孩子 并且炒出的鸡蛋特别的松软 比蒸水蛋要简单的多 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满满的一大盘 炒好后把锅内多余的水分倒掉 只要我们炒好的鸡蛋 最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经典名菜水炒蛋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感觉做的不错的话 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点刻小红薰 非常感谢